經理啊 那我就先回去了 拜拜 去哪兒啊 我送你 是不是你告訴溫靜晨 說我在外面打工的事啊 麻煩你轉 是吧 你算一下 你看看 我照看 你眼前一眼 你躲到 在眼部 準備好嗎 爬 那是 是你的身份 月月 小诈哥 月月 她为什么叫你月月 我小明叫月月 跟我亲近的人都叫我月月 怎么了 好啊 你居然有两副面孔 666 厉害 你呀 才是这个 闭嘴 小诈哥 我正好有事找你 那我们去别的地方讲吧 我们一会儿吃什么呀 我 这家还是哪家 哪家 都行 亲近的人 抱歉 刚才一时情急叫了你这名 没事 随便吧 对了 我姐也有消息了吗 松鼠哥已经查到思雅 在上个月曾经买了一张 去新加坡的机票 不过 后来又取消了 买了张机票 难道 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这里 现在能确定的是 他的人身安全没问题 至于其他的还在调查中 不过我相信 很快就会有结果 都这么久了 你说 他是不是在故意躲着我们 难道说 他根本就不想嫁给温家 所以才逃婚呢 既然他好好的 那我还在这儿演什么 我要做回我自己 月月 只要你有困难 记得 随时上我 谢谢你啊 小姐哥 小姐哥 想什么呢 我在想 月月现在怎么样了 想她有什么用啊 不如好好想一想 我们的未来 是啊 那我们的未来该怎么办 紫阳 你相信我吗 好 那我答应你 等我彻底扳倒的 我就风风光光地 把你娶回温家 我要跟温家所有人说 袁思雅 这辈子只属于我温良业 谁也别想把你从我身边夺走 进了 这副奶油 就这个特邓上一个决定了 你怎么把他打了 小姐姐 老板 我帮她 你身体不舒服 我就别硬撑着了 去医院看一下吧 没事 开会吧